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上次介紹了各種倍數的判斷方式 那我們要趕快來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教學 就是 在判斷倍數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它來學些什麼 不過在 上一次的課程裡面我們有 掃提了一件事情來把它 教完就是如何判斷這個 八的倍數 我們之前學了八的倍數用墨三位如果他是八的倍數 就是他他整個數字就是八的倍數 可是問題是三位數要判斷八的倍數好像也有點難 比如說這個 372他是不是八的倍數 那就要怎麼樣趕快來除除看 那在這裡教一個方式不見得一定要用除的 但是就是你要 把我們上一堂課的這個知識呢吸收起來 如果今天 我把372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300 一個是72 那前面除以8會有多少 那我們可以吸收一個想法 因為4乘以25是100嘛 所以如果是8乘以25的話是200 所以在百位數這一邊呢如果他是偶數 如果 如果百位數是偶數 也就是200 也就是200 600 800 那這樣子百位數這一邊除以8 就會於0 那這個時候如果這邊除以8也於0 整個數除以8就於0了 所以如果今天百位數是偶數 我們這個是基數 所以我們再寫一個例在下面 在旁邊好了 472 如果今天這裡百位數是偶數 那他除以8也於0 這個除以8也於0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百位數是偶數 這個 後面 末兩位 是 8的倍數 那他就整個就是8的倍數 那因為兩位是不是8的倍數其實很好判斷 而且事實上呢 你要去分析他是不是8的倍數 其實你有一個先決條件 他如果是8的倍數他一定是4的倍數嘛 所以你等於是先從目兩位就要先篩選 他到底是不是 4的倍數 所以我們有一個前提 剛忘了寫 就是第1步 這是第1步 確認他是 4的倍數 你要先確認他是4的倍數 不是4的倍數就不用進來討論 對不對 那如果確認他是4的倍數 結果末 結果百位數是偶數 末兩位是8的倍數的話 那他怎麼就是8的倍數 如果今天百位數是偶數 結果末兩位不是8的倍數 那我們剛有說如果他根本不是4的倍數 根本不是4的倍數就不用討論了 所以 我們舉例子就舉44的倍數 可是他不是8的倍數 比如說這個 444 那444 那這樣子的話 400這邊除以8 於0 44這邊除以8 會於 4 所以這個呢 他 就不是4的倍數 他會於4 這個才是4的倍數 對不對 如果今天 百位數是奇數 像我們剛舉這個372 這個你抄不抄都沒有關係 只是順便讓你們知道而已 如果今天百位數是奇數的話 如果今天百位數是奇數的話 比如說像372這裡 那他去除以 因為他 100是4的倍數 他是4的倍數 結果他 不是8的倍數 所以當他去除8的時候 他其實會於4 你們真的去除 那個100 300 500 700 除以8 都是於4 所以呢 100這邊除以8會於 這個百位數這邊 除以8會於4 因為 300是4的倍數 那如果他這邊是奇數的話 當他的末兩位 48的倍數的時候 哇 那末兩位除以8於0 結果前面除以8於4 結果反而整個不是 8的倍數 因為他會於4 所以372並不是8的倍數 那如果今天是 比如說這個 好 384 百位數是奇數 所以除以8於4 結果末兩位呢 末兩位不是 8的倍數 那他是4的倍數 他去除以8 你會發現他會 又於一個4 結果這兩個4合起來 剛好就是8 所以其實384 384 4 8的倍數 你去除8看看 84 388 64 3是這個 46 所以結果這個反而是 那這個是8的倍數一個 比較快的判斷方式 我再簡短的說一次 首先你要先確認他是4的倍數 不然就不用談了 那接著你去看他的百位數 百位數是偶數代表會於0 所以如果後面是 後面是8的倍數他就是 如果百位數是奇數代表會於4 所以後面反而要 不是8的倍數 他也於4的這個才是 好 很快的教了大家這件事情 接著再教大家第二件事情 我們在接下來算這個 因素倍數的 問題的時候常常會遇到這種情形 好就是你要去找一個數字 他所有的 因素 比如說120所有的因素 那 當然 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寫 不過我推薦大家一個我真心認為很 有意義的 做法就是 你把它當成一種長層寬的概念 所以寫 1乘120 那 再來下一個 你把這邊變大的時候 2乘60 因為他的因素是乘對出現的 因素是乘對出現這個我們後面會有 題目你還會再看到這樣子的情形 這句話也可以吵起來不用吵 所以在下一個是3乘以40 再下一個是4乘以30 再下一個是5乘以 24 再下一個是6乘以20 然後7 8沒有 8有 8乘以15 10乘以12 那寫到什麼時候停呢 寫到這一邊快要交換的時候 11 12 就回來這裡了 所以就不用再寫了 那 事實上呢 我剛講到這裡快要交換 事實上他會有個剛好交換的點 如果今天我們求的不是120 而是這個 144 寫在這邊 144 等於 1乘144 這個我寫快一點 2乘72 3乘這個 48 然後 4乘 30 6 然後 6乘24 這有點 麻煩 8乘以18 9乘以16 然後 10 沒有 12乘以12 144是12的平方 所以 我剛講到 他其實是真的會有交換的這個點 因為120並不是完全平方數 要不然的話 他其實會是這個 他的平方根跟他的平方根乘在一起 是120 那因為144是完全平方數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在這裡轉動 然後 然後我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因素總是成對出現的 換句話說呢 你在找一個數字的因素的時候呢 如果你找到 接近他根號的地方 你都還沒有發現 他的 這個因素的話 那他可能 就是 指數 不是可能 他就一定是指數 我們舉一個例子 舉這個 401好了 401 401我要來確認一下401是不是指數 我自己也都還不知道 對 對 那這個 401呢 如果他 來看他不是2的倍數 是不是3的倍數 加起來是5 不是3的倍數 不是5的倍數 不是7的倍數嗎 7535 生61 不是7的倍數 那11呢 合起來 這兩個合起來是5 5-0 不是11的倍數 不是 好 那 找到11了 13呢 這個13乘以3 39加 39余這個11 所以也不是13的倍數 那17呢 17的話乘以2是34 所以剩下61 17如果尾數要是1的話 要乘的是 這個3 是51 所以也不是 不是17的倍數 19呢 19乘以2的話是38 剩下21 所以也不是 那 那 找到19都還沒有的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停了 為什麼 因為 401 他有一個很接近他的完全平方數是400 那400自己本身是20乘20 所以401如果有一個比20大的因素 照道理來說 他就要有一個比20小的因素 那我們已經找到19都沒有了 所以401是指數 可以嗎 這個是判斷指數的準則 那你可以寫在本子上 因為指數是成對出現的 那這個自己寫 就不寫了 因為指數是成對出現的 所以你判斷指數的時候只需要找到這個叫做 根號401 也就是說 這個根號的記號 比如說根號40就是 根號400就是20 根號這個記號代表有哪 某一個數字 他自己成自己成完之後是401 也就是401是這個東西的平方 你只要找到這個附近就好 那因為我們不用真的去求根號 所以我們實際上的做法是 把這個401尋找一個最接近他的完全平方數 那我們只要取到這個完全平方數的平方跟附近就可以 你要是不保險再去取一個20 其實21的平方就441了 就超過了 所以找到20就可以 找到19就可以 所以401是指數 這個是 確認指數的方法 那接著呢 在這個本質上 寫下這件事情 算是剛才這個知識的延伸 所以如果有一個數字小於100 而且 他跟 420負值 那跟420負值呢 因為420這個數字 他本身是 這個 2 2平方乘3乘5乘7 所以 跟420負值呢 代表他會 沒有他不是2的倍數也不是3的倍數也不是5的倍數也不是7的倍數 那麼這個數字來我們寫下結論 1 為 指數 其實我這個420 寫小一點寫210也可以 他如果跟210負值的話就是指數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剛剛有講到 我們要判斷一個數字是不是指數 我只要取到他 取到他的這個平方根的這個地方 因為b比100小 那100自己本身是10乘10 他如果有一個比10大的因素就會有一個比10小的因素 不然的話就會爆掉 因為乘起來就會超過100 所以 他我們比10小的因素 2 3 5 7 這些都是指數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是他們的倍數 所以你找不到 比10小的因素的話 那其實他就沒有了 他就沒有其他比10小的因素了 只有一個 誰 就是1 那所以他的因素裡面就只有b跟他 他自己跟1 所以他是指數 這樣可以嗎 指數就是 只有1跟自己這兩個因素 這個我相信學校都有教 好 那麼我們學了有關這個 指數和這個找因素的知識 判斷倍數的知識 來寫寫看這四題 好 這一題 最後面這一題 好那 照慣例好在學生寫題目的時候我們來先聊一下 可以把題目先查出來 好 那這個我們 之前 曾經聊過這個 什麼樣的 作品算是詩 我說詩呢要有這個 超夠於他言詞以外的意境 那我們再來舉兩個 現代的例子 一個看來看這個 徐志母的行詩 在別康橋 這個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去抓 快點念一次 好 親親的我走了 正如我親親的來 我親親的招手 做別新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清流 是夕陽中的新娘 烏光裡的燕影 在我心頭荡漾 軟泥上的傾信 游游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雲音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的紅 柔睡在浮澡間 沉澱彩虹似的夢 詢夢撐一枝長膏 向青草更清楚慢說 滿載一船心灰 在心灰斑斓裡 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離別的生肖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一袖 我帶走一片雲彩 OK好 那個 我們看這首詩呢 其實呢 主要 倒不是去敬佩它 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來描述這個景 我們要抓到它詩裡面 最深層的意思 也就是我說它異於它延遲的部分 那是什麼呢 徐志摩花了很大的篇幅 在描述康橋這附近的景色 清流啊 撥光燕影 軟泥上的清醒 這個水草 漁印下的一潭 這樣子 他描述了很多呢 其實為什麼他描述這麼多 他不只是要告訴你 康橋有多美 他是要透過康橋有多美 這件事情讓你了解 透過他去描述康橋描述的這麼的 把他講的這麼的美好 讓你了解他有多麼喜歡的康橋 所以他多麼不捨得走 這個是再別康橋 所以其實這一首詩的這個你要講演 他的關鍵在於這裡 如果你尋夢要撐一隻長膏 像清朝更清楚曼碩 滿載一船心灰 在心灰斑斓裡放歌 這個時候情緒已經高漲起來了 但是 我不能放歌 為什麼 因為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所以我不能夠再讓自己這麼的迷戀 看這裡了我不能讓自己這麼的開心 我也不能夠 發出噪音 來 舒懷我 對他的愛意 那我必須要悄悄的走 因為悄悄是離別的生肖 就連夏蟲都為我沉默 所以 你從這個 他的這個詩的這樣子安排 你可以了解到 他去描述前面的部分 只是為了要凸顯 最後面這一句 但是我不能放歌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感覺到他那一種 唉 要走了 真的是 很捨不得 對 到這裏來說我應該要大聲的唱歌 可是我不行 那這個就是他的詩 所以有的所有詩會做這樣子的設計 我們來看另外一首 現代的歌詞 這個 林佑嘉的 說謊 這首歌不錯 那因為歌詞太多了 所以就不念了 大家上網自己去查 搞不好有聽過 那這個歌詞他在 設計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他從一開始這個 他是第一人稱去說明 那就說在分手之後呢 其實我也有很多不錯對象 其實我早就忘了你了 你說這個餐廳我們有來吃過 有嗎 我都已經沒有印象了 那 你就可以從這裡感覺到呢 就是他一直在否認一些東西 這個 我沒有說謊 連自己說謊都否認 我哪有說謊 我早就忘了你了 那 一直到最後呢 他的情緒越來越激動 到最後他說 我沒有說謊 我何必要說謊 愛一個人 沒愛到門 那又會怎麼樣 不要說我說謊 人生已經如此的艱難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就是他已經被 逼問到終於最後沒有辦法再繼續的否認下去了 那於是他就 有一種崩潰的感覺 就好了好了 那又怎麼樣 那我是還記得你 我是忘不掉你 那又怎麼樣 那不是我說謊 是愛情說謊 他騙我 他以為 他讓我以為 可以跟你常常就就走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他這個詩詞在設計的時候 他要讓你有這種 易於延遲以外的 感受 那他怎麼做到呢 他可以在結構上面做這個設計 他也可以在 用字上面 或音調上面 那個節律 音律上面做設計 來讓你有這個額外的感受 像我們今天舉這兩個例子 他就是去 在前面做一系列的鋪排 到最後感情到了一個高潮之後 一個轉折 那個轉折感覺很強烈 這個就是 這兩首詩 看這詩題 1504框框 他是66的倍數 66倍數 所以他是 2和3和11的倍數 他竟然是11的倍數代表 10框框合起來要是 要跟這個 54對減完是11的倍數 所以框框加1-9 他要是11的倍數 那 11的倍數 比如說如果是11的話 -9要是11他就要是20 不可能 所以比較有可能是0 對不對 那-11也不可能 所以 是0 那是0的話呢 這個 這個所以框框的地方其實是 8 然後我們要來檢查一下 這個15 1504 8 那他是不是6的倍數呢 是不是3的倍數呢 4加起來是9 這個加起來是9 所以他加起來是18 4 那也是2的倍數 所以他是8 好 來看這一題 我剛剛想說這個 你會不會是提 提號 不是啦 來 自己出的聽不到啊 60框框 72框框 那27框框 那注意這兩個框框要填同一個數字 他是33的倍數 所以他同時是3和41的倍數 那因為他是11的倍數 所以這個 6框 7 合起來要是 要跟這個 02框 合起來是11的倍數 那但是這個當然會是 為什麼 因為兩個框框會減掉嘛 13-2是11的倍數 所以是 所以接下來你只要判斷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不是3的倍數 所以呢 6加2加7 好 加起來多少 15 15 加兩個框框 他要是3的倍數 那所以這個框框必須是個位數 那因為15這邊 就是餘領了 所以這邊 他整個合起來是3的倍數的話 這個框框必須要填的是 3或6或9都可以 可以嗎 再來看這裡 N是偶數 第2大因素為36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次有提到這個 因素會成對出現 所以 因素會成對出現 所以這個 他有第2大因素 是36 代表他是 他有36這個因素 代表他是2的倍數 對不對 那既然有 既然是2的倍數 所以他最小的那個因素 應該就是 2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是從這個N 1乘N 然後下一組就應該是2啦 那2要乘誰 因為第2大因素 就是36 所以其實N是 72 第2個 再來看這裡 大於40 但小於A的整數中 有7個指數 求A 那 這個 請自己數 來40以上的指數 這個 4 1 4 3 4 7 然後 然後呢 5 3 5 9 要7個 61 還有一個 67 好 那這樣子這個A是多少 他這個A應該要寫整數A 整數A 不好意思 這樣子呢 這個A呢 他要小於A有7個指數 所以到67還不是到A 所以A要從68開始 69 70 71 小於71就沒有包含71 所以小於71都還有7個指數 但是到72的時候就會把71算進去 所以 是這幾個 這是這四個 答案有四個 這四個 好 這是這一題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這個作業 我們這一張 這次課的 課堂的作業也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又是一個段考結束之後有點輕鬆的時間 好好的來練習一下 那麼 希望你們這幾集都可以 都洗一洗 有一些還要蠻花力氣去想的 好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